Henry 是不是跟Henry一樣有一個困擾 像我們以前出國的時候呢 我自己本身都會帶一個 這種像小米的多孔充電器 因為它可以再幫多個裝置充電 我會帶一個這個 然後呢我還會帶豆腐頭 我還要帶一個小米的行動電源 然後可能有好多好多不同條的線 那現在呢 為什麼這個產品它可以替代所有的東西 這種小米行動電源它沒有自帶插頭 所以基本上要額外的一個變壓器幫它充電 然後再自己先幫自己的豆腐 用豆腐頭幫自己的手機充電 所以聚集這以上的優點呢 這個產品就誕生了 它有自帶充電器變壓器 就是它是幫自己充電以外 它又不用你額外帶一條Lightning的線 然後呢同時它又是一顆行動電源 所以就解決了我以前要帶這麼多東西的一個煩惱 那這款產品呢 一樣來自品牌IDmix 那它的型號是 Mr.Charger E1 CH05 行動電源 這個產品呢 依舊是來自這個獨立設計師品牌 那他們是蘋果授權的製造商 那它的產品線呢 得過了很多 德國紅點啊 台灣經典獎等等的 它本身是自帶一條MFI官方認證的Lightning線 那它是屬於麵條線的材質 它非常堅韌 然後韌性很夠 那它本身自帶的電流跟電壓是5V 2.4A 它比官方的豆腐頭5V 1A還要快2.4倍的充電速度 所以它可以實現2.4A的蘋果快充 就科普一下 原廠自帶的豆腐頭5V 1A 它充30分鐘可以幫你的iPhone11充17% 那這一台行動電源呢 大概在30分鐘內可以幫你的iPhone充40% 那就現在最流行的PD快充 就是19WPD快充 大概在30分鐘內可以幫你的iPhone充50% 所以其實這一顆蘋果快充 它實現的速度已經相當快了 那另外再科普一下 就是有人會問我說 那PD快充是不是就真的這麼值得買 其實如果你短時間內需要很快的一個boost 一個充電的話 其實PD快充絕對是快的 但是就在充滿的時間這個問題上 其實PD快充跟2.4A的蘋果快充 其實它最終充到100%的速度是一樣快的 所以跟你iPhone11原廠的豆腐頭或是充電線比起來 這個就是2.4倍的速度 所以那些豆腐頭或充電線出門就可以不用帶了 好說到線的部分呢 我覺得它有一個非常貼心的收納設計以及拉環的設計 它的Lightning線呢 平常是可以固定在這個凹槽裡邊 所以你就不怕這條線出外的時候找不到 基本上這條線可以來到20公分的長度 那Henry我在實際使用中我覺得也是相當的夠 特點三呢 這顆行動電源它自帶1萬毫安培的容量 那額定容量大約是來到6500毫安培左右 它本身是自帶一條Lightning線 或者是你有選購另外一個版本是Type-C版 是帶著是Type-C的線 它本身的孔 第一個孔是USB-A的孔 它可以實現5V3A的15W快充 那第二個孔是Type-C的孔 也可以實現5V3A的15W快充 所以基本上它就可以同時自帶的這條線 幫你的蘋果裝置充電以外 它可以再幫另外兩個手機、平板、數位相機等等的裝置進行充電 不過USB-C的Type-C的孔它協議相對複雜一些 所以它的IC晶片跟某些安卓手機沒有辦法相容得這麼好 所以它的速度呢 可能就沒有辦法支持到全瓦數15W的快充 不過也是相當的快了 那它插頭除了自帶美規的插頭之外 它還有專屬的萬國轉接頭三種插頭另行選購 第一個就是它有 英規、歐規、澳規三種規格的轉接頭 然後使用方法就是 在這個插頭要先收進去 插上去就可以使用 那基本上你在全球的旅館 如果沒有附轉接頭的話就可以使用 非常方便 好接下來就是有一個隱藏的功能 就是它的Type-C孔呢 其實可以幫MacBook做到捐流充電 但是這邊要特別注意的是 它只是一個緊急充電的功能 因為它本身呢只有15W的充電量 所以MacBook動不動12吋就要30W 甚至到現在MacBook Air60W MacBook Pro87W 所以它的這樣充電量是遠遠不夠的 所以要記得這個只是緊急用來充電 它並不會像一般的蘋果變壓器 真的幫你的筆電充電多少 好接下來介紹CH03跟CH05這兩個版本的不同 首先呢最大的不同就是外觀 CH03的插頭是從後面拔出來 然後可以收納回去 那CH05呢則是從下面搬開插回去 那再來就是它的插頭有專屬的萬國轉接頭可以加購跟搭配 但是CH03呢就沒有了 就是你要額外自己去外面購買 那再來就是在版本上的差異 CH03出貨只有一條Micro USB的版本 不過在出貨的時候是有附贈Type-C跟Lightning的轉接頭 也就是說這個CH03只有一個版本 那它可以充安卓蘋果的手機 可是CH05呢它就只有Type-C的線材的版本 或者是Lightning線材的兩種版本供你選擇 好所以我們來比較一下它的電流跟電壓 Mr.Charger 5000呢它自帶的這條線呢是5V 2.4A 它這兩個孔也各是5V 2.4A Lightning版本的Mr.Charger E1呢 它帶的線是5V 2.4A 它這兩個孔USB Type-C跟Type-A的孔呢 各是5V 3A 所以在充電速度上 Mr.Charger E1它的USB充電孔 會來的比Mr.Charger 5000快一些 總結來說呢 Mr.Charger E1可以幫你解決所有的煩惱 以往你出國或是外出 總是要帶著多孔充電器 充電線及豆腐頭 這些之後就不用了 帶著它 它有充電器 也有自帶的充電線 它也是一顆行動電源 同時可以幫自己充電 也可以幫你的手機其他裝置充電 那在充電效率部分 它又比原廠的豆腐頭充電來的快一些 所以它充電效率又更好了 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行動電源 這款行動電源推薦給你 想要看更多產品開箱影片 記得在下方留言 也不要忘了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收看更多影片 我是TekTeller科技說的Henry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